我国对地狱的描绘是非常丰富的 什么鬼门关 黄泉路 望乡台 野鬼村 丰都城 石殿阎罗 大小城 大小地狱 三生石 奈何桥 不得不说我国的鬼神文化是十分精彩的 不输世界上任何文明的神话 而追溯这些关于地狱的描绘 大多则是出自一本清朝的书籍《玉立宝钞》之中 传闻当时有一名法号《弹蚩》的修行者 他在游厕地府后 受封都大地之命将此本玉立宝钞从地府带了出来 才让人们能清楚地府内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西方地狱的概念 竟然可以发现也是在一本书中能找到详细的描述 而这本书也是一个人游览过天堂地狱以后所写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 西方的天堂地狱一日游 这本《阿利盖里·弹钞的史诗》《神曲》 诗中弹钞以自己为视角 一举描绘了在地狱、炼狱、天堂的游历过程 以至于后人一翻开书 便可以跟着弹钞的脚步 一起游览一番西方的鬼神世界 地狱 诗篇开始 但丁说道 他在人生的中途 迷失于一个黑暗森林之中 遇见了豹子、狮子、母狼 这三种野兽分别代表义乐、野心和贪欲 在政治上也分别隐喻佛罗伦萨、意大利以及罗马教皇 在遭遇三只野兽时 诗人维吉尔的灵魂便来帮助他 并把他带到了地狱的入口 通过了地狱之门 但丁来到了一条河边 这便是惨淡的阿克隆河 河岸边有一群人挤着要过河 但河水之上 只有一艘小船和一位老船夫卡隆 渡过河 但丁便来到了地狱的范围 地狱形似一个上宽下窄的大漏斗 共有九层 诗中则是用九圈 一圈一圈往下的深渊 更像是一个矿坑一样 越往下面积越小 第一圈称作林伯玉 类似一种生死交界的地方 在诗中作为地狱的第一层 颇有下地狱之前的侯叛索的感觉 林伯玉是不信耶教之人的归处 也包括那些生活在耶稣还未出生年代的人 比如但丁就在这见到了古希腊诗人河马 奥古斯都诗人赫拉斯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等等 因为但丁的引导人 维杰尔也是生活在公元前的人 理论上他的归所也将是这里 接着但丁和维杰尔来到了第一层和第二层交界的地方 见到了冥界的判官米诺斯 米诺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因为生前执法严明 所以死后被安排成为了冥界的判官 这一系列操作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博学的朋友肯定都想到了 在我国民俗故事里的地狱 十殿阎罗中的第五殿阎罗王就是包整 也是因为生前公正无私 所以死后被安排到地狱当判官 你说妙不妙 但丁继续往下走 来到了纵狱地狱 这里更窄 也更让人痛苦 埃及宴后克利奥·佩托拉就在这儿 当然还有更多历史上有名的人 人生中犯了色欲的罪 过分荒淫 就会被留在地狱的第二层折磨 再往下到了地狱的第三泉 这里下着寒冷的大雨 雨水恶臭不堪 地面污浊满溢 臭气难闻 这层地狱是暴食之人的归所 一只三头恶犬守在这里 这只狗子叫做科尔伯路斯 在希腊神话中 它是看守冥界的恶犬 触犯暴食之罪的人 将会永远在这恶臭的污泥里翻滚 但丁越过那些生前贪食之人受折磨的灵魂 随后进入到了地狱第四层 第四层为贪婪之人受刑之地 这里的守卫者叫做弗鲁托斯 是希腊神话中的财神 贪婪之人又分为挥霍者和吝啬者 这两种人分裂两对 然后互相推着巨石对撞 无限重复直到永远 两人接着往下走 来到了第五圈愤弄地狱 愤弄分为暴弄与运弄 暴弄之人的刑罚是相互肉搏 撕咬对方皮肉 而运弄之人则会被沉入地狱的河底 发不出声音 接着两人进城下到第六圈 来到了异端地狱 那些不相信灵魂存在的异端 在这里受刑 他们站在坟墓之中 下肢承受着烈火焚烧 痛苦不堪 这其中还见到了古希腊哲学家 伊比纠卢 他因为主张灵魂随肉体而灭 和基督教义相悖 所以被打成异端 但丁和维杰尔绕开他们 卓小鹿 来到了下一层地狱的边界 这第七层地狱一进来 由深烟内部就散发出一股恶臭直冲天上 但丁在悬崖边往深渊中望去 看到了众多受刑的灵魂 比以前更加残酷 维杰尔解释道 这下面又有三个小圈 一层比一层更窄 都属于这第七层施暴地狱里 第一层观着的是 对他人施暴者 什么杀人犯 强盗 纵活者 都在这里受刑 他们躺在滚烫的血盒之中 如果有逃跑的 便会被人马射穿双眼 第二层 为自杀者和败家者的受刑之处 这些人会变成树木 在林中被妖鸟啄食 第三层 则是一片燃烧的沙漠 沙漠上还下着大片的火雨 那些亵渎神明之人 放高利贷之人 基监者都在这里受刑 这一整层地狱的守卫者 是米诺·陶洛斯 他是冥界判官米诺斯的儿子 但是他是个牛头人怪物 二人继续往下 此时来到了地狱第八层 这一层是欺诈者的受刑处 四周是高高的石壁 中间地上分了十道沟 每一沟针对的人都不一样 树行人群和对应的刑罚 分别为诱监者 鞭刑 铲鱼者 泡在粪中 神棍 盗埋在坑里 预言者 使其眼睛长在背后 污吏 在滚烫的沥青中被虐待 为君子穿着镀金的牵衣 盗贼和毒蛇互换身体 献诈者被火焰包裹 离间者 肢体残缺内脏外流 作为者 永远受病痛 但丁和维杰尔越过一个个 受刑者的鸿沟 下到了地狱的第九层 这里是背叛者的地狱 九层地狱分为四环 分别为该隐环 对应着出卖亲属者 该隐是圣经中的人物 亚当夏娃的长子 也是第一个杀人犯 他因为妒忌而谋杀了弟弟亚伯 这一层里是一片寒冷的湖 湖里则是如玻璃一样的冰层 受刑者被冻在冰层中 只有脸被露出来 往后便来到了安特诺尔环 对应着出卖集体者 托罗密环对应着出卖客人者 犹大环对应着出卖恩人者 这一环里面有着耶稣门徒中的叛徒犹大 以及谋杀凯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 这三人分别被撒旦的三张嘴砍咬 撒旦半个身子透出水面 有三幅面孔 红色的面庞 巨大的翅膀 丑恶无比 到此已经是地狱最深处了 西方世界的地狱描绘到此 人们见到了一个可怕 且绝望的地狱世界 而最后 在地狱的最深处 维杰尔背着弹钉 把撒旦身上的毛当作梯子 穿过了地球的中心点 来到了另一边的半球 再次回到了光明的世界 看见了那灿烂的群星 神曲的地狱篇就与二人重建星光结束了 大家是不是对地狱有更深刻的认知了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福盛必有帅 和会有别离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性icide 者和声 字幕开始 化配调 地狱